我們這幾年都做過很多東西 亦有些項目是不合理的 行不通的 但我們都沒有故障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不用這樣說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能令你買單 沒理由你故障買單 而且你應該將你的作品做得更好 令到更多人買單 這才是我做繁體字型 或者做文化應該要有的概念 到今天我就覺得 我怕真的會沒有人關注這件事 而大家都在說吃關買的時候 繁體字或者字體消失於大家的眼球之中 我都怕這件事會發生 所以才高急 繁體字型 私水與彎體 它是一套源自於香港的字型 我當時創作的時候 就是想著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未起飛前 香港原本是一個漁港 我們在九龍城會看到天台起飛 聽到一些飛機的聲音 我很想透過一套字型 去重現當時的純粹和美好 所以我就將一些漁港的水滴 港灣放在這個字體上 我將它的設計得比較修長一點 就是因為我覺得香港在去年代 漁港年代的香港 我覺得是一個很美艷動人的東方雷城 我希望將這種裸裸多姿的形態 放在字體上 所以它會比較窄身修長一點 然後就將水滴放在點的尾端 中間有一個蓮椅上來 大概五月左右開始 就重新將魚彎體的字庫擴展到現在 大概一千二百字左右 過程中除了設計之外 其實都包括很多東西 就是一些微調 以及怎樣可以令到 字體在多字排列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種舒暢的感覺 我們就將它的中弓條紮一點 希望它在內紋打出來的時候 可以更順暢和閱讀得更舒服 未來我們會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 去完成6800字的字體製作 6800字比以前同身體5400字多了14字 就是因為我希望魚彎體可以有更多的字 大家打出來的時候 就不會有缺字的問題 今天是二、三年的11月24日 距離魚彎體眾籌無知 就只剩下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們比原定的集資壓只有15% 如果大家希望在香港見到 多一套魚彎體誕生的話 希望我們就支持這個眾籌無知 多謝